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里我们讲一个公案 就是天怒人厌以后 就是真的招来杀生之后 就是我给他定一个名词 定一个名称叫 以欧为能贪官下场 这是发生在台北 61岁的前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柯盟 他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他借机办案的机会 说说贿赂 那么台北地方法院就依贪污罪 判他有期徒刑20年 何怡婷预令50万台币交保 因为这个科信检察官他被羁押 他想尽办法就是要办交保 他后来得到消息 说50万交保金他很高兴 为什么 从交保金可以判定 他的刑期有多长 然后又可以交保 他就很高兴 那科默在等待交保的时候 他突然间他50万准备好以后 在台北地方法院的交保室 要缴这个交保金的时候 突然间口吐排猛 就昏倒在这个交保室的前面 那人家马上把他送到附近的和平医院急救 结果到医院的时候 到医院前死亡 回天法师 这个检察官他就是跟律师 如某利用侦办红恩医院 劳保诈欺 还有台湾的某一个医院的产前纠纷 联手说说贿赂 620万台币 620万台币 所以这个科默他知道他50万交保 他很高兴 且没有想到 却死在交保室 这是非常一个神奇的一个事情 因果报应的事情 那自己新闻报导说 这个科默他体力非常好 他曾经是马拉松赛保的高手 那照理讲他身体体力应该不错 才61岁而已 而且他女人也不错 所以我们后面会讨论到 他说这些贪官的人 一来好杀 二来好钱 三来好女色 输酒 输赢 输杀 还有贪财 这四个东西 就是贪官的一般都怎么样 第一个爱喝酒 输酒就是爱喝酒 第二个输赢好女色 第三个输杀 现在当然不能随便杀人 但是你随便判人家生 判人家死 这也是输杀 第四个贪财 这是贪官的一个 古代的圣贤公文讲 贪官大概有这四个特点 那这个科兴检察官 这里面他就好色 其中就一个 你人眼不错 担任检察官的时候 称以多名女子来往 还包养酒店小姐 利用之前收受贿赂 教授人家作为证 教授人家作为证 就是这里面这一段我们讲的 你让人家不知有华然 他颠倒 不知道有法律存在 然后让民众出所入身 名无所措所主 那就招出天无人宴 所以这个左传里面讲的 多行不义必知弊 庄子也说 为不善于显明之中 人得我自知 你做不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法律可以自察 最后给你重判 就是人得我自知 但为不善于显明之中 鬼得我自知 你可能做了别人没有发现 但是鬼神可以自察 鬼得我自知 我自知